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军方突然发现他们能够轻易的击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进战机 这个说法很多人觉得非常惊讶 当然我相信有很多人不相信 有很多人相信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台湾的军方凭什么觉得他自己可以击落解放军的先进战机呢 这次解放军参加演习的应该有歼20 那么据说现在中国最先进的战机是歼35 跟美国的F-35可以相提并论 不过最起码还没有装备部队 我个人也没有看到歼35相关的参数跟F-35相比怎么样 但是最起码这是歼20参加了 而这次据说台湾军方能够轻易击落的 指的就是中国的歼20飞机 这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来看看相关的新闻 这个联合力舰2024A演习过程当中 既是中国大陆模拟如何未来对台湾发动武统战争的一次演练 它也可以是台湾军方如何防止中国发动武统战争的一次演练 凡是军事演习都是这样 特别是在靠近对方的情况下都可以互相观察 台湾空军在中国联合力舰军演期间 披露说台湾的F-16V透过了一个先进的设备 这个设备叫什么呢 叫ANAQ-33狙击手先进标定加仓监控攻击画面 不仅显示有监控能力 根据学者分析合理推测 中国军机可能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被追踪锁定 那么如果台湾军方想打它的话 可以达到什么呢 静默击杀的效用 我们知道现代空军作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都是用导弹来互相攻击对方 已经很少这种近身的缠斗 用机炮来击杀对方 但是一般无论你是被空对空导弹 还是被地对空导弹锁定 通常飞机的雷达系统都会发出警告 我们在很多好莱坞店里面看到过这个场景 敌方导弹一旦锁定这个军机 有警告的话 那么飞行员就要做闪避动作 那么如果实在不行 就要跳伞逃生 这个AAQ-33的狙击手先进标定加仓 据说它有非常强的监控能力 那么这种加仓是美国在2018年开始 对台湾军售当中卖给台湾的 总共卖了18具 这种加仓大幅提升了F-16V 日夜间对地攻击能力 你看这个描述什么 你在惊讶 为什么是对地攻击能力 而不是对空攻击能力 那么这次不是说锁定是中国的歼20 还有轰流吗 我们慢慢来聊 这种先进的设备能够远距精准的锁定木胶 可在15000公尺的高空 增测地面的目标准确度是现役 就是台湾现役空军蓝顿加仓的10倍 增测距离是5倍 可大幅提升击杀率 现在美军的F-15、16 还有F-18B1、B-52轰炸机全面配置 那么台湾国防学院的学者 苏孝黄接受中央市访问的时候说 这个AAQ-343主要任务是空对地 但是北约在2018年就已经验证 它已经具有空对空的追踪目标的能力 也就是说这个AAQ-33开始研发的时候 是空对地的作用 但是后来它已经发展能够空对空了 北约在2018年已经验证了 此外这个AAQ-33被动侦察并不会发出信号 这次台湾空军四处的画面 F-16V是位于共机的后方 那么因此合理推测 当时中共的飞机被锁定追踪的时候 并不知道 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注意听这个关键词 如果发射AIM-9X响尾蛇导弹 就能够将中国的歼20飞机所击落 为什么说所谓的被锁定浑然不知呢 因为它是在侦察的锁定过程当中 不会发出信号 这种先进在这里 雷达锁定对方的军机 一般对方的军机的雷达都会接受到信号 但是这个AAQ-33是不会发出信号的 所以你被锁定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再加上AIM-9X响尾蛇导弹 就能够把这个歼20给击落 台湾国防学院的学者舒子云也提到 这个AAQ-33具备搜索与标定的功能 可空对地侦测双光 可见光和不可见光 大概87公里 如果空对空的话更可以高达187公里 也就是说在187公里之外 这个夹舱就可以锁定对方的目标 当然响尾蛇导弹射程没有这么远 还要靠台湾方便的军机靠得更近 才有可能把这个歼20击落 这并不是说距离187公里就可以把它击落 舒子云说从本岛上空就可以远距 透过光电系统锁定攻击 在不触发雷达警告的情况下 攻击可能并不知道遭锁定 所以能够达到静默击杀的效用 我们看到了这次报道说 这个AAQ-343能够远距离锁定对方的军机 但是它还要配备一种更有力的空对空的导弹 那么现在台湾空军所装备的这个 AIM-9响尾蛇导弹 据说对歼20有非常大的杀伤力 响尾蛇导弹 最近我们在国际视野当中 有看到它再次出现 什么呢 大家还记得几个月前 美国在美国的上空 不是击落了一个中国的气球吗 当时负责这个击落气球的是 美国的F-22猛型战机 但是它当时挂载的导弹 就是这个响尾蛇导弹 所以可见这个响尾蛇导弹 是现代战争当中 应该非常大 几率会使用到的一种导弹 但是这个响尾蛇导弹 发展的历史非常的长 所以今天我们借这个 联合力舰2024A演习 讲到这个台湾军方的 这个AAQ-33先进的加仓 再讲到这个响尾蛇导弹 跟大家讲一段历史 说明这个响尾蛇导弹 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 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关键的是 响尾蛇导弹跟中华民国空军 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有密切的关系 也跟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现在看美国现在通用的编号为AAM-9的响尾蛇导弹 它是第一款空对空的导弹 因为这个响尾蛇导弹 它是第一款空对空以红外线作为制导的导弹 它也是在中国大陆空军和中华民国空军的空战历史当中 它创下了一个记录 就是人类第一次使用导弹击落对方的飞机 就是发生在台湾和中国大陆空军的空战上 首次实战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1958年的9月24号 一般史称9二是温州湾空战 当时中华民国空军装备的是美国的F-86军刀战斗机 而中国呢装备的是苏联的米格飞机 那么在中国呢被称之为歼5 后来发展到歼6歼7歼8 那么现在呢是歼20歼35 当时啊在这个1958年的9月24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航飞行员 就海军航空兵飞行员叫王志仲 他所驾驶的这个米格飞机呢 跟当时中华民国空军的第11作战大队的飞机相遇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被响尾蛇导弹击落了 所以他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被空对空导弹击落的飞行员 击落的双方就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军 当时这个9月24空战呢 台湾军方的说法是8比0 就是台湾军方用这个响尾蛇导弹击落了 中国大陆空军的8架飞机 也有说是9架飞机 而台湾的空军呢无一伤亡 所以8比0的这个战绩 当然在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这次战争的历史记录呢 有非常大的落差 中国大陆说这个王志仲 就是他击落了两架台湾的军机之后呢 自己才被响尾蛇导弹击中 而台湾当时有没有可能 在跟中国大陆空战过程当中 打了个8比0呢 因为我们看这个两岸之间的空战呢 经常是中华民国的空军 在这个空战当中是落下风 因为当时米格战机的先进性呢 是要比美国当时的F-86相比呢 最起码是不相上下 并且呢米格有它一定的优势 所以呢在空战当中呢 可以说两岸的空军都没有占到太大的便宜 反正大家胜负关系呢 经常互换 但是打8比0这样的战绩 对于中国空军来说 中国大陆空军来说 绝对是个耻辱 那么有没有这回事呢 从我们目前看到的史料呢 应该是台湾方面夸大了这个战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时美国给台湾的 这个小火车导弹很有限 毕竟是第一代空对空 红外线制导导弹 当时参战的第11大队呢 中华民国的空军 第11大队呢 只装备 只搭载了8枚小火车导弹 那么这8枚小火车导弹 肯定没有全部击中中国大陆的飞机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枚 最起码有一枚小火车导弹 落在了中国解放军空军的手里边 这种说法有两种 一种说小火车导弹发射之后呢 没有爆炸 最后呢落到了中国浙江 被浙江的农民捡到了 然后交给了这个政府 另外一种说法呢 就更加神奇 如何神奇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讲经文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经文 另外一种说法 说这个小火车导弹 击中了这个米格飞机 但是没有爆炸 挂在了米格飞机的某一个部位 然后呢 这位解放军的飞行员的冒险 带着这个导弹降落在机场 于是呢 这个导弹就落在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手上 当时你知道1958年的时候 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候 而苏联的军事科技水平呢 比中国当然要先进很多 中国刚刚建国不到十年 可以说没有什么军事科技可言 所有的先进武器都是苏联提供的 所以苏联知道之后呢 就找中国要这枚小火车导弹 因为苏联也在研究这种 红外线制导的导弹 这个红外线制导导弹 是美国的科学家无意中发现的 苏联人因为通过 在美国安插了间谍 知道这个消息 很想得到这个红外线导弹 知道中国有 赶快找中国要 中国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呢 中国找自己的科学家先拆 据说把这个导弹拆开了 拆开之后怎么都看不明白 怎么就有这个红外线制导 于是呢 才把这个导弹重新拼装了之后 据说还没有拼装好 这是根据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教授沈志华先生 他在解密的历史文件当中 他做了研究 说这个导弹没有拼装好 然后又交给了苏联 苏联是火冒三张 这么珍贵的美国最先进的导弹 如果给了苏联的话 苏联用它的科学的技术 能够把它拆装出 把它拆分出来 用逆向重做的方式 可以研究出美国这种先进导弹 但是被中国已经拆散了 又装不回去 那么所以苏联人在研究 第一代红外线制导导弹的时候 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 后来靠一个间谍 总算把苏联版的响尾车导弹 就是红外线制导导弹给做好了 但做好之后 可以说命中率非常低 红外线制导 就是它会追热源 那么敌方的飞机的发动机 当然是个热源 但是天空上还有一个更大的热源 就是太阳 所以苏联做的红外线制导导弹经常是奔着太阳而去 因为那里有热源 所以苏联在非常着急的情况下 就想要其他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中国向苏联提供响尾蛇导弹这个事情 也成了中苏关系友好变坏的其中一个诱因 中苏后来吵架的时候 苏联就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说 你看你们拿了美国导弹 不好好交给我 你们自己拆 拆了又不懂 拿到我这里呢 我也没有办法把它完整的给拼装过去 所以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导弹 先进制程的跟美国的这个水平 能够尽快接近 所以责任在中国身上 苏联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拿到这个先进的导弹 怎么办呢 苏联就把脑筋冻到了西德 当时德国是分为东德西德 苏联通过在西德的间谍 试图在西德的美军基地当中 偷盗一枚相关射导弹 当时正是冷战时期 应该说双方的间谍活动十分活跃 苏联人最后真的就在西德的空军基地里面 偷了一枚美军当时更加先进的相关射导弹 这个相关射导弹已经经过好几代的发展 现在都已经达到了9S了 之前还有好几代 苏联人怎么偷盗这个呢 说起来真是一个非常搞笑的故事 有一位叫拉明格的人 这个人呢 他出生在德国的东普鲁市 后来呢 在二战的时候呢 苏联人把这个东普鲁市省的一个大萧尔地区 把它给占了 就是现在的苏联战争的块飞地 地方被苏联战之后呢 所以拉明格就就迁移到西德的其他省份去 因为当时战后重建嘛 所以拉明格是做建筑的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亿万富豪 变成亿万富豪之后呢 他什么买名车啊 住豪宅啊 这个泡美女啊 什么生活都有了 所以他慢慢对生活就失去了这个兴趣 这个时候 他身边有一个朋友兼司机 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这个朋友兼司机呢 叫利诺夫斯基 这个人叫利诺夫斯基 但是他真是替这个拉明格开车的司机 这个人其实是个东德间谍 他原来是波兰人 他后来呢 就移民到这个西德 他回波兰探亲的时候呢 就被当时的社会主义战争间谍机构 把他给招募了 其实他后来呢 直接听命于莫斯科 成了克格勃的间谍 他当时是拉明格的司机 他看到这个拉明格这样生活 如此的这个陷入了一种迷茫当中 他也很着急 因为毕竟他虽然是司机的身份 但他还是朋友 他于是跟拉明格说 他你现在这么无聊 不如来跟我当间谍吧 我是克格勃间谍 朋友之间能够坦承到这种地步 也很难得 这个拉明格知道 他的司机居然是个克格勃间谍的时候 他丝毫没有觉得惊讶 他觉得当间谍这个事情真是好玩 那马上就加入了 成了克格勃的一个间谍 成了他司机手下的一个间谍 然后呢 这两个人想 我们怎么才能为这个苏联偷点情报呢 这两个人有一天在酒馆喝酒的时候就碰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克诺普 克诺普是什么人呢 西德空军 当时他驾驶最先进的F-104战机 这两个人认识克诺普之后呢 就好酒好肉招待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糖衣炮弹 这个克诺普很快就成了他们的模拟之交 三个人经常在一起 胡适海喝 好了 吃完了 喝完了 钱也花够了 于是呢 这两个人露出真面目 说我们两个是克格勃间谍 你愿不愿意为我们服务 克诺普都回答很简单 给钱 什么都可以 因为克诺普对这个生活的追求是 奢靡 奢靡生活的追求是无止境的 三个人一派即合 然后呢 这两个人就根据苏联给下的这个 间谍任务清单 就跟这个克诺普说 你负责把一个F-104 能不能开到苏联局 那时苏联也很想 知道这个美国先进战机 到底它有什么巧妙在里边 克诺普当场就跟那两人翻脸了 说我在这个空军基地里边 开个F-104飞过去 你想想看 我发动机一发动 整个基地都知道了 我一飞上天 其他飞机就会追过来 我就会击落 连命都没有了 不要说把这个飞机飞到苏联去 三个人想了半天之后 这个司机突然说 我在这个任务清单里边 还让我偷一个响尾蛇导弹 你基地里面有 克诺普说 有 你放心 这个响尾蛇导弹好弄 这两个人听完之后 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响尾蛇导弹 最先进的响尾蛇导弹 好弄 怎么弄 说你放心 某年某月某日 你在基地门口等我 我就把这个导弹偷出来 他们两个觉得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是纵然是天方夜谭 总是有一线希望嘛 于是就把这个计划 报给了克格勃 克格勃听完就觉得 这三个人根本就在胡闹 所以也没有理他 到了约定那天 这两位克格勃间谍 真是到了这个空军基地 然后呢 克诺普就在门口迎接他们 他说你们一个人到围墙等我 一个人跟我进去搬导弹 克诺普因为是这个基地的飞行员 所以他进这个基地的时候呢 他虽然带了个陌生人 基地的门位 连问都没问 这就是西方国家对这个 苏联间谍的所谓的防碟措施 两个人进去之后 进到仓库 很容易就找到了这个响尾车导弹 到地方才看啊 这个响尾车导弹长足足三米 两个人扛不动 于是呢 克诺普更加这个搞笑 他说你等会儿 我去借个手推车过来 他正在基地里面借个手推车 两个人把导弹放手推上 推到墙边 然后用这个剪刀在铁丝网剪了个洞 把这个导弹给弄了出去 把导弹搬出基地之后啊 三个人又发愁了 因为他们当时开了一个轿车 就是通常我们看这种四门轿车 导弹根本就放不进去 克诺普怎么办呢 克诺普拿起个石头 对着那个轿车的后面玻璃窗 就哐给它砸烂 把导弹就从后面插了进去 再找了个毯子 把导弹一包 三个人开车回家 这样一枚先进的导弹 就被这三位偷了回家 偷回家之后怎么办呢 怎么把它运到苏联去呢 这个时候啊 这个利诺夫司机一拍大腿说 我们不可能开车把它送到苏联去 因为还要经过东德这么远的距离 怎么办呢 把导弹拆开了 装在木箱里面 寄到苏联去 听起来很不靠谱 对不对 但是就是这么很不靠谱的事 居然就办成了 他们在箱子上写 废钢铁就寄到了莫斯科 然后呢 东西发出去之后呢 那个利诺夫司机就跑到莫斯科 等这个导弹 他当时跟科科伯的主管说 他说我导弹偷回来了 我们已经把它作为废钢铁 放在箱子里面寄回来了 当时整个科科伯上上下下 觉得这个人就是来骗钱 就是个疯子 但是毕竟是自己的在边间谍啊 只好等了十天之后 果然这两个箱子寄到了莫斯科 于是苏联人终于拿到了 这个先进的响尾射导弹 苏联人拿到这个响尾射导弹之后呢 才意图当初被中国拆掉 那枚响尾射导弹 导致他们没有办法 生产出先进的响尾射导弹 这口气 最终呢 他们生产出 跟美国水平不相上下的 响尾射导弹 改个名字 叫AAR 环胶导弹 所以这就是响尾射导弹的 这段搞笑的故事 响尾射导弹 现在还在用 刚才我们说了 前不久被击落了中国气球 美国用的就是响尾射导弹击落的 那么现在在两岸的军事冲突的风险当中 无论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AAQ-33这个先进加仓 加这个响尾射导弹 中华民国空军 是不是有在两岸战争当中 能够对中国空军有制胜的办法呢 现在我们看到的相关的资料 似乎是台湾空军 在科技程度上 从目前看到的数据呢 是比中国的空军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呢 战争是一个变化莫测的东西 我们当然不希望战争真实爆发 但是真实战争爆发之前的这些演习呢 恰恰是双方在未来有可能发生战争当中呢 到底用什么战术 用什么武器 比如说台湾要把自己打造成一只刺猬 让中国啃不动 那么在这种军事演习当中呢 我相信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华民国 都会根据这次演习当中的一些细节 可能将来美国会针对这些细节 对台湾提供更加适合的武器 让台湾变成一个武装起来的刺猬 好了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